女人婚姻不幸福 千万不要在婚外找精神寄托 张张家里是开店的 生意很好 几年前 几年前她和丈夫下了岗 没了生活来源 他们寻没着自己开店当老板 刚干生意那几年特别困难 生意上没有什么起色 相互鼓励 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现在是此 现件好起来了 和丈夫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彼此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 过去因为没有钱 生活特别苦 但现在生意起来了 有钱了反而感情没有了 因为生意越做越大 所以夫妻俩盘上开了家分店 张张在原来的店里 丈夫去了新开的店 两个人分割两地 只有晚上回家才能聚在一起 张张最近招了一个会计 这个会计人很好 总是在生意上帮了他很多 他们有时工作结束了 会约在一起出去玩 跟他在一起 张张总觉得放松 没有太大压力 久啊久之 两个人在一起就产生了感情 有时候从丈夫那里 得不到的安慰和理解 总能从这个人这里得到 张张从未想过出轨 因为他还有一个女儿 他不想让家庭破裂 但是这个男人却总是纠缠于他 想与他发生关系 张张就跟他约法三张 自己只跟他做朋友 两人达成默契 只做工作伙伴和朋友 但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不久他两个风延风零 就创到了丈夫的阿封 丈夫怎么都不相信他两个清白 张张只能和那个人断了关系 把他辞了就算和丈夫和好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 两个人心存借地 也不能像网络一样相处 不久两人只能协议离婚 家庭出现了矛盾 两人可以一起协商 一起讨论 实在不行 两个人可以分开冷静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在外面 想要找什么精神寄托 那就大可不必 因为他能随时会威胁你的家庭生活 婚姻生活 再说男女之间哪有什么 一定能穿右衣 两个人时间长了 干财烈火 肯定会出事情的 你结了婚 就不能只为自己着想 照自己的想法过来 一定要为对方考虑 否则这个婚姻是不会长久的 itu就不仅仲好 这次我会发生了它的 财烈火